前院議員 反對獨裁 節制資本平均地權 特首應該還香港人普選權 制定盡低公知規定公事上限 質疑全面省會保障 特首請你請兩位議員離開 哦 那他坐下了 任由他 主席女士 這是我連任 主席女士 至於公司利得稅影響政府經常性收入比較大 我會取用較審訊的態度去處理 我們會在2008、09年度 首先削減一個百分點至百分之十六點五 在第三屆政府任內 會盡最大的努力 按照《基本法》 落實普選問題 凝聚共識 而且爭取中央的信任和理解 初期早日實現 決定 說 擔心 感谢观看